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说 我国必须确保所制定的政策和理论 能应付因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威胁 张志贤在内政科技局主办的首个科技峰会上说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在帮助我国打击新型网络和实体罪案的同时 也可能助长类似的案件发生 内政科技局在科技峰会上展出了当局所开发的多项新技术 包括了这个能够自动收集尿液 以进行药物筛查的高科技厕所 系统可以对个人身份进行验证 并检测出他们是否在药检中作弊 这套系统将在今年9月 在石拉兰公园社区监督中心适用4个月 为期3天的活动星期五结束 预计将吸引约3000人出席 希望им到以上9月3日比较半熟